眼前這輛機車明明沒有支撐物 卻45度斜力在路面上 原來是車身和擦裝的汽車卡住了 5號晚間10點多 在東區台中路和信義街口 傳出一聲巨響 汽車和機車發生碰撞 汽車駕駛強調 當時自己是綠燈轉出 還是有看一下路況 萬萬沒想到還是發生碰撞 它速度很快嗎 這我不曉得 是喔 因為我是要擺出去的時候 我看一下 但是看一下我覺得是安全的 我才能慢慢拐出去的 所以號次那時候是綠燈嗎 號次那時候這邊是綠燈 汽車駕駛沒有受傷 經過酒測也沒有喝酒 而騎士全身多處擦錯傷 定時間送醫治療 首先沒有再衍生其他事故 詳細的車禍發生主因 有待警方竟不釐清